背靠苍山,前往平原,绿树掩映之下,坐落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十八乡杨家村的这幢古色古乡的建筑,可谓占据了绝佳地理位置。 沿着蜿蜒的田间小径行至近前,一幅市居人礼,卢静人群的对联,向来客展示了世卢之名的美好寓意。 这座于1933年建成的客家围龙屋,是典型的粤东式堂横屋,内设杨家村祠堂敦敬堂。 世卢曾经的业主是祖籍广东省梅县的印尼华商杨卫南、杨竹南两兄弟,他们早前曾赴印尼丛商,其后回到香港密地建屋。 日战时期,杨竹南曾将世卢借语游击队,作为港九大队元朗中队的据点长达一年时间,历经八十余载变迁,杨氏后人至今仍居住于此。 回忆起当年游击队借助家中的场景,杨竹南的侄子,今年八十五岁的杨永光老人仍印象深刻。 我妈妈一个女人,大见我几个弟兄哥,拖得很惊讶。 回到隔了几天,她对我妈妈很仁慈,很有礼貌。 隔了很久时间了,不知几个礼拜内,所有的枪械,不知从哪里搬来, 搬到全部的枪械。 一枪械到门口,可能她的枪械,不知怎样走火,就打到这个洞来的。 游击队借助,分几个部门,高级的就转到这个房间和下面的房间。 这两个房间就作为高级的,其余那些,对面那些有六个房间。 这次有六个房间,全部都是游击队借,游击队借不够地方借和厅都是打地图借的。 1942年下秋间,因走漏风生,日军曾前来扫荡,游击队早已闻讯,迅速协同枪械撤离,到屋后的淡柴山藏匿。 日军找不到游击队,就把四炉的主人杨竹兰先生抓到了元朗去,关了一个多月,通过各种手段来折磨他,用水行,不许他吃饭等等方法,希望他说出游击队的下落。 但是老人家是高风靓解,不管日本人怎么折磨他,他没套入任何信息。 释放以后,元朗中队的指导员,谭铁流,来看望他,慰问他。 他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感到后悔。 还是很热情地来接待共产党领导这个抗日游击队。 作为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的根据地之一,释卢也成为秘密大营救的中转战。 当时获救的矛盾,邹涛粪,何湘宁,刘亚子等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便是经由释卢通过深圳河逃避了日军的追捕。 当时因为日军来得非常急促,所以有大批的抗日的文化人就滞留在香港。 他们一般的也不懂得说广东话,同时在当地也很少有社会关系,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就指示当时香港的中共地下党一定要尽快地把他们营救出来。 在中共的地下党和后来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功队的护卫下, 对这批文化人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一个大营救。 前前后后大概营救出来抗日的文化人、民主人士、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八百多人。 此后,杨竹南举家迁回印尼桥居直至终老。 2010年,世卢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二级历史建筑。 如今,这座历经风霜的建筑仍处立原地,带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痕迹。 他不仅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在香港这片热土上留下的红色足迹, 也见证了香港民间爱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感人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